好,这个碟子是如何被打捞的呢?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第三段第一句话说 The pie committee telephoned the local garage owner who arrived in a recovery truck to salvage the pie dish 这个委员会给一个当地修车厂的老板打了电话 garage,也可多用garage 就修车厂或者车库,在这儿是修车厂的意思 然后这个老板呢,就开这辆维修的拖车来搭救 来去打捞这个夏儿饼碟子 因为他的车嘛,能拖走一个失事的车辆 所以他拖这个碟子,确实大,开着这么一个拖车 这个后面的定义丛句 who arrived in a recovery truck to salvage the pie dish 在这儿有相当一个并列句 这种句子咱见得太多了 是不是相当于 the pie committee telephoned a local garage owner and the owner arrived in a recovery truck 对吧,是这么一个 夏儿本委员会给当地的这个车厂老板打电话 然后这个老板呢,开着了拖车来打捞这个碟子 那么就是并列句 在这儿不可能翻译成 给后来又来了那个老板打电话 不通顺 但在这里用并列句呢 第一个又是得当链子and 后面还得得owner 这个末尾就是owner 这开头还是owner 用定义丛句就好了 就是上半句末尾出现的东西 在后半句中出现过 做一个成分了 咱一般用定义丛句就好了 所以用户比较简洁一些 这个recovery truck当作固定搭配 咱们认识就行了 就维修拖车 有的时候也叫recovery vehicle 如果是卡车类型的呢 也叫recovery truck都行 是什么呢 是这样一个交通工具 for taking broken down cars etc. to a garage 就是把一个已经失事的 已经出故障的一个车子 在路边动不了了 把他拖到修车厂 叫维修拖车 就是把毁坏的汽车 拉回修理厂的这个车 就拖车 来 来就这个碟子 然后呢 shivering in their wet clothes the teenagers looked on while three men dived repeatedly into the water to locate the dish 这个句子咱们 看一下语法 重复分析 这个shivering in their wet clothes 在这儿是一个 可以看到飞味动词 在这儿当伴随状语 就是在湿衣服中 瑟瑟发抖 然后呢 这些 当时闯祸的这些孩子们 在旁边看着 就旁观 这个shivering 逻辑主语 应该是主旧主语 是谁在发抖呢 就是这些 孩子不掉水来了吗 滚身湿衣服 塑塑发抖 在旁边look down 就旁观看热闹 当什么时候在旁观呢 就当有三个人 轮番地跳到这个水里面 来找这个碟子 来确定这个碟子 这while在这儿 可以看到时间状语重拒 后面的to locate the dish 这是个目的状语 跳到水里干嘛 为了找这个碟子 locate咱们说过 就确定什么时候的位置 美音中读着locate 英语法音可以读着locate 这个shiver就发抖颤抖 咱们在第十课中 见过另外一个叫tumble 这两个都可以表示 什么发抖颤抖 指人的时候 几乎完全一样 因为寒冷啊 恐惧啊 或兴奋啊 高兴啊 等等都可以 叫浑身抖如摔抗 在颤抖 我们分别读一下 shiver tumble 指人的话 这两个都可以 但是记住 shiver这个词呢 有个特征 它只能形容人 但tumble呢 指人指东西都行 它不见得是指人 指人的时候可以替换 但指东西的时候 用shiver是错的 咱们看一些例子 she shivered at the thought of going into the dark house alone 这个女孩子一想到 要一个人走到 这个漆黑的大房子里面去 就非常害怕 就颤抖了起来 有些恐惧颤抖了 tumble也行 你看 we were trembling with excitement 我们兴奋地浑身发抖 你看这个tumble 指人 指事物都行 但是shiver呢 指人的时候 这两个机器不能替换 再看tumble指事物 the bridge trembled as the train sped across it 这个sped 咱们的28克武邦也太过去见过 所以动词本来是speed s p e e d 做动词是快速前进的意思 一般过去是speed 当火车快速从桥上穿过的时候 桥声开始颤抖 这个tumble 就是桥在微微抖动 这是东西在颤抖 这个用shiver是不合适的 再看新概念中的例子 像本剧中指指人的 shiver in their wet clothes 在衣服中 吃衣服里 在色色发抖 是动的 这个颤抖 指这些小孩子是可以的 还有呢 你看在第十课 五十页的第十二行 到底十三行 tumble指事物 第十课 五十页十二到十三行 突然之间 从下面传来了一个 轻轻的震颤的声音 船长下去看出什么事了 这指那个船体在颤抖 用tumbling sound 用tumble 它来自于这个动词 指示物可以 再比如说我们看 tumble指人的例子 在二百六十页的 第十四到底是五行 二百六十页十四 到底是五行 这指人了 by this time her legs were beginning to tremble so he sat down and accept a cup of very strong tea while he telephoned the police 到了这个时候啊 这个老太太的腿呢 开始哆嗦 开始颤抖 站不住了 所以她坐下来 那么接过了一杯呢 非常浓的一杯茶 而这个时候 她就门房了 给警察去打电话 报警了 这个tumble 叫腿颤抖 哆嗦 站不住了 指人指事物都行 但shiver只能指人 然后回到文中 在十一分钟 搜索发抖 这个tiny look down look on 是二十二课讲过 旁观 这个时候是不及物动词 专语 后面不要加兵语 就旁观看热闹 只是看 但并不参与到里面来 比如说我们复习一下 二十二课里边 一百一十页 十四行 最后到第十五行 一百一十页 十四行 最后到第十五行 The jitter looked down eagerly anxious to see if his fellow actor had at last learned his lines 这个狱族 在旁边 急急可可的 在看热闹 在旁观 想非常渴望 看到他的同事 演员同事 是不是最后 把台词背下来了 这是旁观 看热闹 我们再复习 旁观者 到过来 叫onlooker 就旁观者 看热闹的人 再复习 如果look on 会不加冰语呢 怎么翻译呢 We look on her as a daughter 这在翻译 把A看作是B 这个时候 我们的不一样了 为什么look on 表示旁观 是不能加冰语的 如果加冰语 后面加S 把A看作是B 我们把这女孩子 看作亲生女儿一般 这是look on 注意 搭配会决定含义 本分钟 没有冰语 一定是旁观 这些小孩 在旁观看着 在什么时候 while three men 有三个人 dive 跳到水中 div dive 两个意思 跳水 或者潜水 都行 在这儿呢 都通顺 都可以跳水 或潜水 潜入水中 repeatly 反复多次的 一次不行上来 再下来 into the water to locate the ditch locate 就确定什么时候的位置 确定精确的位置 确定碟子的位置 好打捞啊 咱们复习一下 第35课里边 162页16行最后 到底17行 162页16行最后 到底17行 还记得吗 they located the right chimney by tapping at walls are listening forward the man's cries 他们通过 秋击这个墙 拍这个墙 然后听 这个男的 这个喊声 然后呢 来确定 正确的这个烟囱 究竟卡在哪个烟囱里了 确定位置 叫locate 在这里用的 也是恰如其分 好 我们说 they had little difficulty in finding it but hauling it out of the water proved to be a serious problem 他们找到这个碟子 并不太费事 但是要把它从这个水里面 把它拉出来 这被证明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这碟子 溜圆溜圆的 它没有 这个抓手 而且都那么沉 那能不能弄出来 这就很费劲了 have little difficulty in doing something 来自于做梦 是很困难 这个答案就 have difficulty doing something 或者in doing something in he is dispensable in 有没有都行 可以把它换成 have trouble doing something 或have trouble in doing something 都行 有没有音都可以 或者换成 have a hard time doing something 做某事很困难 这用他也行 have a hard time 哎呀好辛苦 doing something 这个时候一般不加这个音 没办法背下来就行了 have a hard time doing 比如说 这女孩子写这封信 好困难哦 she had a hard time writing the dear John letter 她写这封 dear John letter 亲爱的约翰这封信 这固定搭配叫绝交信 那么女孩子 给男孩子绝交信 叫dear John letter 亲爱的约翰这封信 男孩子如果给女孩 写绝交信呢 就换成dear John letter 换成J A N E J A N E 亲爱的钱 dear John letter 这绝交信 女孩子写得好困难哦 不知道怎么措辞吗 写得太深了 怕对伤对方感情 写得浅了又怕她看不懂 很头疼很困难 她的反应搭配 可以做某事好开心哦 have a good time doing something but a hard time 或者 a good time 就好了 做某事非常轻松 非常开心 可以这么说 百分钟是 几乎不太费力 difigate前面加little 几乎不怎么费劲 就找到了 但是呢 hauling it out of the water haul 我们说用力拖拉拽 系上绳子把它拽出来 这个把它蹬出来 蹬出水 prue to be 被证明是 咱们说过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呢 第四句话解释了 the sides of the dish were so smooth that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to attach horses and chains to the rim without damaging it 这句话稍微复杂一点 咱们看看句法充分的分析 那么这个主干结构呢 可以看到句子的主句了 这个碟子的边 这个sat 结果壮与重句了 壮与重句 结果怎么样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个壮与重句里面的 这个主干结构是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这前面的it还是形式主语 什么是几乎不可能的呢 还是动词不定是to do 从to开始一直到句末 这是真正主语 它真正主语有两个 都是用to开始 第一个呢 这个真正主语是to do 第二个to是跟attach它配的 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hose 就是粗揽绳 还有铁链子 把它连到了这个边缘上 这个rim就是前面这个side 只不过这个rim 一般表示圆形物体的边 这为了避免跟这个side重复 要把这个缆绳 或者是这个铁链子 把它连到这个边上 而不去损害这个碟子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因为太光滑了 你怎么把它固定住 这就很麻烦 还是圆形的 对吧 它不好捆 这就是很麻烦的事 这个里面attach a to b 就是把a和b连到一块 真正的这个主语是to do 然后前面的it是 壮于充电的形式主语 好 咱们看看这个 这个碟子的边缘是这么的光滑 以至于呢 要把缆绳和链子 连到边 这个边上 这个chain都认识 叫铁链子 这个hose 一般是船上的粗缆绳 这个一般就粗缆绳 一般在船上使用 咱们看这图片 这船上就是粗绳子 因为船员 就对绳子可能很内行 什么船帆呢 什么绑什么东西 都离不开绳子 粗缆绳 叫hose 把这东西绑到边缘上 这rim我们说了 就是前面的side 只不过rim 叫圆形物体的边缘 它用的更窄一些 其实跟前面的side 是类似的 而不损坏它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后面说 eventually chains were fixed to one end of the dish and a powerful winch was put into operation 终于了 这个铁链子被固定到了 这个铁子的一头 或者一端 然后一个 大功率的脚车卷扬机 投入使用 开动起来了 或者铁子开始往起了 这个chain是铁链子 be fixed to 是被固定到了什么上 这来自fix a to be 或者fix a on be 把a 隔壁固定到一块 a固定到b上 后面加to 加on 都可以 差太多 都可以 咱们看个简单例子 the shelf should be fixed to the wall with screws 说这个架子怎么样呢 应该被固定到墙上 用什么 with screws 咱们讲的就是螺丝钉了 用螺丝钉把它固定到墙上 百分钟也是呢 他说呢 这个最终呢 这个铁链子被固定住 到了这个 铁子的一端 的一头 然后 a powerful winch 是一个巨大功率的一个 脚车或卷阳机被投入使用了 这个 首先这个winch是什么东西呢 就卷阳机 或者叫脚车 咱们看一个图片 就容易理解了 就这么一个轮 两边有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把手可以转动的 省力装置 来拉一个东西 你看这个 像这个图上就是一个长长的绳子 先拉这个船嘛 这个一个人拽不动 怎么办呢 把它放在卷阳机上 我们一摇动这个坝 就能把这船拉过来了 本文中正是这样一个东西 被投入使用 投入使用 简单 叫put something into operation 我bring something into operation 就是把什么什么开动起来 或者实施 或者使某东西生效 就to make something start working 使这个东西开始工作 或者使它开始生效 这么个意思 本文中呢 就是一个卷阳机 被开动起来 来转动 来拉这个碟子 这个我们看的 这个主动被动都行 本文中用的是被动 我们看一些例子 这个put和bring 两个词能替换 意思一样 It's time to put our plan into operation 到了我们实施 我们这个计划的时候了 现在应该实施我们的计划 实际划呢 开始起作用 什么来说 再看被动呢 New legislation will be brought into operation in January 在一月份 新的法律就将开始生效了 开始实施了 开始起作用了 也开始be brought into operation 跟be put into operation 完全一样 Legislation表示法律 这个词是表示法律 不可数名词 那新法律 一月份开始生效 好 下面说 The dish rose to the surface and was gently drawn towards the canal bank 这个碟子 真管用 它被拉起来 上升到了水面上 Rose 一般过去是the rise 对吧 这个上到水面之后 并且被小心翼翼的 拉向了这个运河的岸边 Canal bank 这个Gently 叫小心翼翼的 这个词 我们在第34课见过 咱们再复习一下 看这个Gently可以怎么翻译 Gently是个副词 表示Carefully Without a lot of force or sudden change in movement 表示非常小心的 没有很多的这个 很 很多的一些力量 并且也没有突然的运动的改变 就想慢慢的 一点点 一点点 小心翼翼的 就是没有太大的力量 而且呢 也没有突然间的动作的变化 文文荡荡 小心翼翼的 小心的 这么来做 就怕在中间可能出问题 那么这个小心翼翼的这个词 在158页 怎么见过 158页第18到第19行 34课里面 看这个句子 Frank gently lifted the crackery out of the box and suddenly noticed a miniature painting at the bottom of the packing case 他说弗兰克 小心翼翼的 把这个淘气从箱子里拿出来 怕怕的碰碎了呗 突然间在箱底 在注意 注意到有一个 V型的绘画作品 在那个地方 这个gently 也小心翼翼的 本分钟也是 到了水面之后 小心翼翼的 慢慢慢慢 把它拉到岸边来 好 下面我们来看下一句 下句话说 for one agonizing moment the dish was perched precariously on the bank of the canal but it suddenly overbalanced and slipped back into the water 在一个让人非常揪心的 这么一个时刻 这个碟子 非常玄玄乎乎的 悬在了运河的岸边 但突然之间失去平衡 又滑到水里了 白费尽了 不然 one agonizing moment 这个agnizing 生死的时候讲过 就要令人精神上很难受的 很痛苦的 在这是揪心的了 看了 哎呦 要掉要掉 大家心里很难受 这个moment 有人说 这时刻不是跟at搭配吗 这个注意 这moment有两个意思 它如果表示时间点 时刻 那么一般跟at搭配 在本文中表示一小段时间可以延续 那么搭配就更灵活了 跟for 跟in 跟after 都行了 我们看一下例子 moment 第一次表示一个时间点 a particular point in time 时间点 时刻 那么一般是跟at搭配 比如说 just at that moment there was a knock on the door 就在那个时刻 有人敲门 这个跟at搭配是对的 但第二个意思呢 是本文中的 a very short period of time 一小段时间 这个时候能延续 就可以跟其他解释了 你比如说 I'll come back to that point in a moment 我过一会儿之后呢 就会回到这个地点 这个in 在这表示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这个时间可延续的一段时间 就我过一会儿就回来 再比如说加for呢 it was quiet for a moment then Ray spoke 安静了一小会儿之后 然后Ray就开始说话 这个Ray是Ratual的昵称 这个一小段时间可延续 本文中也是用for吗 是这after也行啊 I don't understand said Lucy after a moment 过了一小会儿之后 Lucy说 我不懂 过了一小会儿之后 这个里面 搭配就更多了 本文中是这个第二个意思 一小段时间 然后这个碟子呢 was perched 先看这个perch 我们知道这个perch 本来表示鸟儿 鸟儿落在某个地方 鸟儿落在枝头 颤颤悠悠在那个地方 我们先读一下这次 perch perch 鸟儿落在枝头 是这个意思 但它重要的一个搭配 叫be perched on 表示位于一个比较高 而且危险的地方 位于一个比较高 而且危险的地方 在本文中 用的恰如气氛 悬在那岸边 那个上面 摇摇晃晃容易掉下来 这个搭配在第48课就会碰到 我们再看一看第二百二十页的第十八行 二百二十页第十八行 the path led to a tiny village perched on the steep sides of the mountain 这条小路呢 通往一个小不定的小村子 这个村庄怎么样呢 位于一个大山的陡坡之处 好像英朝一样 位于很高的 而且危险的地方 这个很不容易爬上去 位于陡坡 这个perched on 相当于which was perched on I like to be perched on 这用非位动词当后置语了 你换成定义从俱的也行 be perched on 位于一个比较不稳定的 很高的 比较危险的地方 本文中就悬在了岸上 就悬在这个地方 而就为了进一步加强的语气 还用了一个副词叫precariously 叫悬的不稳定的 咱们先看它形容词形式 把那ly去掉之后 我们大声先来读一下 precarious precarious 这个词本身就表示不稳定的 很悬的 很危险的 不稳定 咱们看一些例子 precarious future 叫前途未卜 一个很悬的不稳定的前程 未来怎么样 咱们谁也不知道 前途未卜 很可能会出危险 再比如说 he is in precarious health 这个人健康情况 很不稳定 觉得很容易健康 会恶化 现在呢 刚好一点 但究竟未来怎么样 不知道 悬危险 副词呢 只用precariously 叫悬的不稳定地 就好了 同样看例子 they live precariously on the income from a few small investments 他们靠着一点 很小的一些 投资的一些收入呢 过着非常不稳定的生活 就这个招不保息了 今天 这个月 投资钱多一点 够 还够花的 下月可能就没饭吃了 live on 靠什么来生活 靠这个时候 precariously 表示悬的 很不稳定 本文中 也是恰如其分 很不稳定的 就悬在了岸边 但是呢 but suddenly it suddenly overbalanced overbalanced 当常使之的就行了 就失去平衡了 突然间点失去平衡 slip back into the water slip 来自slide slide 一番过的事是slid slide 一番过的事 是slip 滑到了水中 the men were now obliged to try once more 这些人呢 现在不得不呢 再尝试一次 不得不做模式 必须做模式 尤其处于道义啊 什么责任呢 这个搭配 咱们在第一课就讲过 be obliged to do 或者feel obliged to do 不得不做模式 我感到不得不做模式 尤其因为责任道义 那本文中 你去干这活的 请你来打捞的 你不管那行啊 不得不再做一次 情况他们并不太希望 它的名词就是 责任义务 obligation 非常好理解 咱们先复习复习 在第一课 14页的第四到第五行 14页的第四到第五行 然而 随着证据 开始慢慢积累起来 动物园的专家 觉得不得不调查了 feel obliged to do 就觉得必须去做 他们也嫌麻烦 但是这是他们责任吗 应该这么做吗 第30课 这个幽灵之死 咱们看142页 第15行最后 到底16行 142页 15行最后 到底16行 他这么说 he had been applied to join the arm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他在二战期间被迫参军了 这不得不去啊 因为他有扶兵意识的义务啊 被迫不得不做模式 be applied to 本分钟也是不得不呢 再次尝试 这once more 就是once again 再来一遍 This time they fixed heavy metals clamps to both sides of the dish so that they could fasten the chains 这次他们更小心了 他们把非常非常沉重的 金属的这个夹钳 夹锯 把它固定在了 这个碟子两边 两头 两个边 都固定上了 这个大金属钳子 那乙便鱼呢 他们能够固定住 这个铁链子 就不会再滑回去了 在这里面 这个soda they find the乙便鱼 因为后面出现了 形态都是酷的 咱们刚才说过 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个词 叫clamp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是什么东西 就是金属的一些 加钱 或者加具 并不是物理的加具 加住那个加 我们看看一些图片吧 Device for holding things tightly together usually by means of a screw 就加具或者加钱 就这样一个装置 一个设施 把两个东西紧紧的 把它固定到一块 加在一块 一般通过螺丝 这个方式 你看就类似这么一个图片中东西 对吧 把这两个板固定到一块 怎么固定呢 你看下面能转 用螺丝钉 把它紧紧的 加在一块 本分钟 这个碟子边 用这个东西固定到一块 这样呢 就能大铁链 能把它拉起来 你看我们看一个具体图片 就类似这么一个东西 对吧 把两个东西放在这个地方 不是 碟子边缘放在这 我来拧这个 这个螺丝 把它紧紧固定住 就不会跑了 就这么一个东西 叫clamp 好 好 咱们接着看下句话 下句话说 The dish now had to be lifted vertically because one edge was resting against the side of the canal 现在这个碟子必须垂直的 被拉起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边缘呢 它已经靠在运河的岸边了 只能直上直下 这么拉起来 刚才不是从水边 一个岸边滑起来了吗 刚才在这个位置 能倾斜的拉起来 现在必须垂直的 拉上去 这个rest这个搭配 咱们第三课讲过 叫搭在什么东西上 后面借词可以叫on 也可以叫against 都行 就靠在什么东西上面 这rest本来叫休息嘛 休息不得坐在一个地方 不能站着休息 所以靠在什么东西上 用它比较合适 这个后面也可以当 急误动词加宾语 如果是不急误动词 没有这个宾语呢 就是主语本身 靠在了借词后面这个东西上 如果加宾语呢 就使这个东西 靠在这个东西上 都可以 咱们本文中是不急误 再看第三课 也是不急误 在二十二页第十五行最后 到底十六行 二十二页第十五行最后 到底十六行 she stood three feet high and her hands rested on her hips 这个女神像 有三英尺这么高 并且她的手 搭在臀部上 就插腰站立 靠在臀部之上 可以这么说 这是rest 后面叫on 那么加急误动词 急误动下边语也行 她把头靠在这个靠垫上 she rested her head on 或者against a cushion 一个垫子 这个下边语也行 本文中是不急误 就是主语靠在这语上 靠在运河岸边 the winch was again put into operation and when the man started off the truck 这个winch 还是刚刚才那个卷阳机 再次呢 被开动起来 并且呢 有一个人呢 就是启动了这个卡车 就刚才那个 那个营救的拖车 开始把这个 这个这个碟子 往起来拉起来了 那么这个start up 在这儿是发动汽车 或发动马达 这个急误不急误都行 start up 或start something up 这个刹双箭头 还说明up是副词 宾于长 可以放后面 宾于短 放中点 就启动或发动车子 if an engine car is set to start up or you started up it began working 就是一个发动机 马达或汽车 发动 或你把它发动起来 就开始工作了 就行了 比如说 the driver got back into the car and started up 这个司机回到了车里边 并且发动了汽车 这是不急误弄词 没有加闭语 急误也行啊 你看 Roy started up the engine and got the vehicle moving 这Roy呢 开动了这个发动机 把发动机开起来了 并且呢 让这车子开始走了 这start up 我们加闭语了 也行 这个都可以 就发动 一个汽车 或者是发动机 马达 都可以 开动了这个卡车了 sever minutes later the dish was successfully hauled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 几分钟之后 这个碟子成功的 被拖出了水面 终于拿出来了 water streamed in torrents over its size with such force that it set up a huge wave in the canal 这个句子稍微长一些 咱们看看语法成本分析 这个白颜色的 还是句子主干结构 这个水呢 这个stream本来做名字的吸流 做动作流动 水在流淌 in torrents 就滔滔的流出 滔滔洪流 这是个状语 就滔滔流淌出来 over its size 也是状语修饰这个stream in torrents和over its size 两个并列状语都修饰stream 滔滔的流出来 怎么样呢 从这个边上 碟子边流出来了 因为碟子不是里面盛着水吗 拉着就哗 从两边出来了 是只有这么大的力量 with such force 这还是状语 这里面satch跟后门蛋搭配 这蛋依然是结果状语从具 如此以至于 力量是这么大 以至于怎么样呢 它在运河里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大波浪 一个大浪头 大浪花起来了 咱很容易想象当时情况 这蛋是一个结果状语从具 这个里面首先看 那个in torrents 这个torrent本来做名词 就是滔滔的洪流 滔滔的洪流 我们经常可以用搭配叫in torrents 叫汹涌的 或滔滔的 滔滔江水 汹涌流动 in torrents这个词 你比如说 the rain came down in torrents 这大雨 漂泊大雨 哗啦哗啦 滔滔的像江水一样 河水一边 从天上倾斜而下 去漂泊大雨 这个in torrents叫汹涌的 滔滔的 百分钟也是汹涌的 从这个碟子两边 溜出来了 那么区别一下 我们在18克见过水流 current 普通的水流 不知道是不是很强烈 stream刚才那个动词 当名字 溪流 小溪 而这个tricle 叫涓涓溪流 潺潺的溪流 一定是很细的 很小的水流 这是水流 溪流 和涓涓溪流 和这个滔滔溪流 torrent可以同时记住 我们不妨看一看 新概念第四册第二十二课 知识和进步里的一个句子 四册二十二课的一个句子 The trickle became a stream The stream has now become a torrent 涓涓溪流 变成了潺潺小溪 而潺潺小溪 现在又变成了滔滔洪流 你看 涓涓溪流 潺潺小溪 滔滔洪流 在四册二十二课里边 一句话中都出现了 可以跟这个torrent同时记住 那么从两边水汹涌地涌出来 人力量如此之大 以至于 Sash加大重句吗 咱们讲过 只不过SoNet那个结构 So后面得加名词 So后面修饰形容词或复词 而Sash后面一定加名词 或名词短语就好了 但后面Net都是结构装运重句 咱复习第31课里边 146页第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146页十二行到第十三行 他想给他的老婆买一块 三百英镑的手表 但是注意后面 But he was in such a bedraggled condition that an assistant refused to serve him 但是他处在如此又湿又脏的 这么一个状态 Sash后面修饰个名词短语 以至于呢 有一个受货员拒绝把表拿给他 这个set如此以至于 百分之后也是 力量如此的 以至于 他在这个运河里边 形成了一个大的浪头 这个setup 在这是造成导致的意思 结果他可以表示成立一个公司 成立组织 在这是造成导致 相当于lead to 或result in 甚至cause导致 这个表示导致是老朋友了 33个就见过吗 咱们复习吧 154页第四到底五行 154页第四到底五行 It is as if a single and important event set up a chain of reactions 还记得吗 看似好像一件微不足够的小事 会导致一连串的反应 setup导致造成 这个地方用setup 因为sf后面跟它虚拟去 这个set是一般过去式 好 看一下句话 下句话说 there was a danger that the way would rebound off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nk and send the dish plunging into the water again 那现在有这样一种危险 就这个大浪头呢 可能从运河的另外一边反弹回来 然后这力量是这么大 可以使这个碟子 扑隆一声 再掉到水里面去 有这样一个危险 咱们先看看句子成分分析 there was a danger 这四个字 就是句子主干结构 就是句子主句了 有这样一个危险 什么危险呢 net开始到句末 整个都是一个同位于从句 做危险的同位于 这危险就是 这个浪头将会怎么样呢 可能会rebound off 表示从什么上反弹 这固定搭配 咱们一会说 从运河的另外一样反弹回来 并且怎么样 and 还是位于这个 这个同位于从这里边 并且怎么样 它的主语呢 还是这个 the wave 还是这个浪头 所以呢 它主语就不用说 直接就位于动词了 这个sand跟前面的 would rebound rebound是并练的 并且怎么样 就相当于 the way would send the dish 这个大浪可能使这个碟子 再扑通一声 再掉到水里面去 这个planting into the water again 是个可以看到一个分词 就是跟前面sand固定搭配 sand somebody 或something doing 使某个东西突然在动 这个咱们在后面 一会儿会讲这个细语 好 首先我们看这固定巨型 有占一种危险 there was a danger 或there is a danger that 有占一个危险 就是固定一个巨型 咱们顺便给它去读 复习吧 25号见过 在122页 15行最后 到底17行 122页 15行最后 到底17行 discreetly reduce the speed of the ship 这极大的减低了船的速度 为什么呢 for there was danger 因为有占一种危险 什么危险呢 如果它行驶速度太快 这个舵 可能也会被卷走 有这样的危险 there was a danger that 我们加同位从具 就好了 固定巨型 好 derby加武林主义 是个三册里 非常重要的巨型 咱们复习几个讲过的 首先 there is always hope that 总是会有这样一个希望 这是在三册34课 幸运的发现 怎么结果 还有呢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不可否认的事 there is no doubt there is no question that 叫毫无疑问 会怎么样 对吧 这可以把它带进去 这都是名词 还有呢 there is every likelihood that 就很有可能会怎么样 它的反应词 there is little likelihood that 不大可能怎么样 这是固定巨型 都是derby加抽象名词当主义 还有呢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something 叫有的是某个东西 但有的是毫不缺乏 还有 there is an element you choose in 某个东西 有点道理 有些真实成分 叫有点道理 很有道理呢 there is a good deal of truth in 叫某个东西 很有道理 非常正确 这是我们讲过的情绪性 好 回到剧动 那我们中有这个危险 这个大浪怎么样 would rebound off the other side of the bank 可能从另外一岸 反弹回来 这个rebound 本来就是反弹 这个bound 本来就弹跳嘛 我们以前说 by leaps and bounds 蹦蹦跳跳的 速度很快的 对吧 bound是弹跳 rebound从那再弹回来了 就反弹嘛 就好了 那么这个re嘛 可以表示back回来 那个re可以表示 这个back回来 当boundback 弹回来 反弹回来就好了 re可以表示重复 也可以表示再回来 这个切词搭配呢 后面可以加from 或者叫off 都对 就从什么什么上 反弹回来 非常好奇 咱们看例子 the ball rebounded from the goalpost and Owen headed it in 这个球 从球门柱 反弹回来 比较 Owen 投球把他打进了 结果一开始射门 rebound from 或off the goalpost go是球门 go post 球门柱了 门柱反弹回来 Owen用投球 把他顶进去了 反弹 百分钟 用的固定打飞 从这个 and的另外一个 反弹回来 并且怎么样 使这个碟子 再扑通一声 再掉到水中去 这个里面 也是用固定打飞 sand 后面加对位 这个打飞表示 使某人或某个动区 突然移动 使一开始静止 现在突然开始移动 sand 什么什么 do it 固定打飞 五分钟 也恰如去 使得突然间 一下子 扑通一声 再掉进去 看例子 A fire in a casino sand people fleeing for safety casino 是赌场 赌场里起了大火 那么使得人们 那么纷纷 立刻 四三奔逃 逃到安全的地方 这个sand somebody doing 使某人 突然间开始做模式 使某人 某人突然移动 指动陷型 A careless step sand rocks tumbling down on the climbers below 一个不小心的 踩了这么一步 这么一脚 使得怎么 使得这大石头 扑通扑通扑通 跌落到了 下面的登山者身上 就上面的登山者 不小心 把大石头 登掉下来 扑通扑通 这tumble 就坠落地死 突然间坠落到 下面的登山者 头上 砸了他们了 这是使某屋 突然移动 可以用它 百分钟的使叠 突然间再掉进去 用的也对 好 下句说 by working at tremendous speed the man managed to get the dish on to dry land before the wave return 好 咱们先看这个句子 成本分析 by working at tremendous speed 这是方式壮语 借次短语到方式壮语 这是第一行 画横线的部分 通过以非常快的速度 来工作 怎么样呢 会问白色的主干结构 这个这帮人呢 就设法确实 把这个碟子 又拉到了旱地上来 拉到陆地上来 那么在这个大浪 返回之前 before 当然是时间 终于从矩 这个里边 别的没什么说的 当然第一个 那个speed 这个speed的速度 我们讲过 它的界子大分有两个 可以加at 也可以加with 是什么区别 咱们回顾一下 speed 如果当可数名词来用 那么前面一番 如果当不可数名词来用呢 用at 用with 用with 都行 在这里面一块 w-i-t-h 那个with 也可以 因为本文中 是不可数名词嘛 前面没贯词 后面没复误 不可数的时候 跟at 跟with w-i-t-h 都行 可数的指数叫at 本文中at 当然是可以的 因为用at 是万用的 它可能可以 那还有 我们再看看 后面那个 dryland 为什么叫干的地呢 这是跟 河或海乡 对应的陆地 反映陆地 land rather than water 是地 而不是水 一般在什么 河边呢 海边跟海 或河相对应 说的这个陆地 我们用dryland 看一下例子 after three weeks at sea we were glad to be back on dryland again 我们在海上 我们在海上待了三个星期之后 现在再能回到陆地上来 我们现在觉得非常高兴 在海上很辛苦 舟车劳顿吗 这个陆地 是跟大海相对应的 是陆地 而不是水 这个用的是对的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 第25课里面 122页 第二行最后 到第三号 122页 第二行最后 到第三号 she stands on dryland and visited by thousands of people each year 这个大船 卡迪萨克号 现在在陆地上陈列 而不是在水中了 并且每年 有数以千计的人来造访 这个dryland 就是陆地 而不是水 一般跟水相对应的 来说 那么浪花 回来之前 终于把这个碟子 拉到了陆地上 这个小的故事 才终于结束 好 咱们43课 又是个比较重要的文章 希望大家一定仔细复习 把知识点牢牢记住 好 这个书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